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有机会看到我们再说 现在进入到第七卦 诗卦 诗卦我们先念 诗 真 扎人局 无救 诗卦 正顾 有未忘的长久 无强 没有灾难 诗卦这个卦蛮特别的 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它一个阳阳 五个阴阳 这样的卦其实一定会出现不少 因为你这个五阳一阴 或者五阴一阳 它一定有它的比例 那么你看到这种卦就很容易找主谣了 谁是主谣 故意稀为贵 当然是九二主谣 相反的你看到五个阳一个阴 那个一个阴就是主谣 这都是很容易发现的 这种情况的话就变成全卦只能靠一个阳来撑起来的 所以这一卦就靠九二 那么九二就是那个藏人 那藏人这个词啊 也有人说是他写错了 应该是大人啊 其实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不一定要改 假如是藏人的话 九二要撑起全局啊 也可以说得通 那么我们看看解读里面的序卦 就是顺序上为什么排到这首诗呢 他说 重必有重体 不受自己诗 诗者重体 你诉诗的时候一定会生养死人 大家各自自信自己的这个爱好者 最后变成是群众聚在一起 所以 诗就是重 而另一方面呢 诗也代表军队要作战了 那么 接着我们就看看他的团传怎么说 必须念 团曰 诗 重也 真 正也 能以重正可以往以当中而易 显显而胜 也此逐天下 而明同之 极又何就已 因为打仗的事情让大家都担心啊 他最后就说 其实你要打仗你要记得 只要有一个好的领导 这个领导他一定要在九五吗 不简单 九二位置也还可以啊 他也是居中 那他代表什么 代表带队的将军 他不是真正的王者 真正的王者一定在五的位置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打仗的时候需要大将军啊 那王不尽量自己去打嘛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看 诗瓜的诗由众人组成 正故事坚持正道 能够带领众人走上阵路 就可以趁往天下了 这代表什么 很多国家都是靠军队作战 成功之后才建立的 刚强者居中而上下下定 这当然是指九二嘛 因为只有九二是刚强者 他正往来的中间 遭遇危险还能顺利前进 这边注意了 什么叫遭遇危险 因为是天叫做地水 水是危险嘛 上面是地是顺从 所以遭遇危险还能顺从 就是这边来的 那么顺利前进 用这种作法来意识天上 注意毒这个字啊 毒这个字有时候你可以说 毒当然是不好啊 但是战争这种事情有个特色 用小毒避开大毒 战争是小的毒害 那如果国家灭亡是大的毒害 为了避免国家灭亡 你能够打仗 就叫做以止毒天下 那翻译就翻成一时百姓 就是我让百姓打仗 当然是不好嘛 打仗可能有死伤啊 那但是你不要这个小的死伤 恐怕国家不保 所以就叫做让老百姓 百姓还是跟他 结果是吉祥 另外还会有什么灾难 那么这是这个判算 我们也念他的相在 相约 地中有水 君子于荣民以续众 平常都是水在地上面嘛 那现在是水在地底下的 那什么意思呢 地下有水啊 我们也知道这种情况 代表什么 我们认为说 这个兵啊 可以百年不用 但是不可一日不备 最好藏兵于民 把兵藏在民里面 所以老百姓平常呢 就是训练 除了耕田之外 也训练作战 打仗的时候 然后就从老百姓里面把兵倒出来 这叫做荣民续众 就是这个水呢 在地底下 这意思 因为地代表老百姓嘛 广土众民啊 地代表老百姓 那水藏在底下 就变成一个像军队一样的 那么军主要怎么办呢 容纳百姓去养众人 好 我们看他们 第一个徒佑 施出以律 脾章凶 量约 施出以律 施律凶也 军队出动 不要按照军迹 不顺从的 将有凶货 打仗一定是军迹 你不能讲道理 我们是以前都要扶兵役的 扶兵役的时候 就完全不讲道理 叫你前进就前进 也不能说前面有水 不是叫你上课 是叫你训练 叫你作战 那这时候就一定讲军迹 脾章凶是什么意思 脏就是善 这个我们要先了解 这是在古代常常在用 脏就是善 有没有人记得在录音里面 怎么样出现过的 孔子有一次说 他说 衣币允袍 与衣衣乎合者立 其有也余 他称赞子路啊 他说穿着破旧的棉袍 跟穿着那个皮肠的人 站在一起 丝毫不觉得惭愧的 大概就是子路吧 子路为什么穿破旧的棉袍 因为他居马一球 与朋友弄毙至武汉 他的棉袍给朋友穿坏的 穿旧的 他穿在车上也毫不在乎 这控制成长他 说穿着破旧的棉袍 跟别人穿着名贵的衣服 不觉得成贵 这很难的 我年轻的时候呢 我记得还在念苏世森 有个学长结婚 我们大家都要参加 我一个朋友呢 他就穿着全套的兰克斯 兰克斯今天看起来也不算什么 但当时啊 在十四十年前很贵重 一整套的 我们也穿西装 我们都是穿弯腰牌的 就是路边摊买来的 上衣跟这个藏库颜色不对的 看到他就觉得自卑 所以后来念到子路 讲子路这一段 才佩服子路 不简单 一个人衣服穿起来很寒酸 然后这个 看到别人穿着名牌的 什么LV啊这些 你肃毫不觉得惭愧 那不简单啊 对不对 就觉得说 哎呀我这个衣服穿着 站在旁边不好意思 这带来子路是不容易 所以孔子称赞他 他讲了一句诗经的话 他说 不字不求何用不张 来啦 张 看到没有 不嫉妒也不贪求 怎么会不好呢 孔子用这八个字称赞子路 子路得意的不得了 因为得到孔子的称赞 他开心得很 子路终身诵之啊 你千万不要误会了 终身不是一辈子啊 是整天的意思啊 所以古座用字的时候 子路终身诵之 当然是接着好几天 子路每天就念的 不字不求何用不张 不字不求何用不张 孔子就跟他说 世道也何足以张 光是这样怎么会好呢 还不够嘛 你除了不自卑之外 你还要丧尽啊 孔子教学的一项是 第一个 你不要有负面的表现 第二个 你要有正面的启称嘛 所以就是张的用法 这个痞痞 痞就是否定 我们都知道太跟痞啊 有一次我朋友 他有一个小孩子 十岁 我说这个痞吉太太 他说这个是念佛 佛吉太太 我笑一笑 我说好啊 你现在念佛吧 你只知道否定啊 你现在跟他念痞的话 他将来考试都是写痞 不要说咋说他怪你 我女儿现在年纪也不晓了 他到现在有时候 还会跟我开玩笑 他以前被你害的 我念初三的时候呢 考试的时候 古文老师考题目 我认为人性是什么 我女儿天天听我讲象赛 他就写象赛 最后再扣两分 老师说 就是她是本赛 我女儿回来说 你看被你害的少两分 我说你在家里面听我讲 人性象赛 没错 这也是正确的 考试的时候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考试就是勾心揍脚嘛 看题目就知道老师需要什么答案 我就给你什么答案 这考试就这么一回事嘛 对不对 考试写什么真理嘛 你敢讲真话嘛 写真话就不及格了 是吧 所以有时候呢 这个我们说这个 匹章凶 你在看 军队出动要按照军纪 不顺从的要有凶获 代表章代表善代表顺从 匹章 就是当兵的时候 你军中不顺从不行 所以这是第一个 说明这个 因为第一个先说到律 为什么叫军纪 因为水是平的 这句话搞定了 地 水 湿 初六刚刚进入到湿化里面去 是代表军队 他在水的这里讲 水是平的 所以你要照军纪来 代表公平 那水为什么有可能做的不好呢 叫做匹章呢 因为你本身是位置不对嘛 你是阴谣在刚位 第二个 上面跟六四不应 还好有一个好处 你有九二可以靠 只有这一点而已 所以两个缺点 一个优点 所以还是说你要 他是没有选择性 如果你不顺从 你就有凶获 他并不说你一定有凶获 所以粘挂粘到这个窑头 你要记得 你一定处在某种情况 跟别人之间 也没有什么公平的问题了 或者说 你是不是没有做的正确 你做的不正确就是凶 他是有条件性的 不像有的窑 直接说你凶 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 好 我们再看 主要九二 九二在十中 其五六 黄三十名 向远 在十中 其成天从也 习这个字 就直接念诗就可以 因为他就是古代的赏识的诗 然后写成习 这是诗 他说 他说 帅领军队而能手中 吉祥而没有灾难 全王三次司令夹奖 因为全跨只有他 是阳瑶 那军王是谁 当然是六五 因为六五跟他正硬 所以六五一定是 为什么给他三次夹奖 从五到二十三个位置 四三二十三个位置 三部 所以他为什么长假灾 因为你相应的位置一定是三 那你说 从九二到六五 他没有什么阻碍 九二上面是直达的 又他都是空的 所以六五对九二是完全支持 因为你只有你有实力嘛 打仗需要将军 所以就变成是三度 来这个 这个是 使命假假 是因为中间是连续 直接下来 没有什么阻碍 那么接下来没有灾难 是因为你是拳挂的阻力 当然没问题了 所以后面就解释 所以军队而能够手动极强 是因为受到上天的同性 天是代表什么 也代表九五了 最后三次之命家讲 是为了使万国都来臣服 等于是上下一心 都支持九二 这个军中的领导 那么这是三次命 在三次命的 在州里面有什么说法 一命受职 三次受福 三命受费 这种说法 先给你一个职务 再给你什么 一个服 服装 最后给你的位置 这是可以参考 古书的力量比较复杂 那么为什么提到说 华丸帮颜呢 因为上面的是 坤卦 各位知道 坤卦代表国家 每个卦代表越来越多 象征越来越多 坤代表众人 也代表义 义就是国 也就是大夫的 松的采义的义 也代表国家 等于是你这个 国家都可以来 各国都可以来支持你 为什么提到各国呢 你往上看 上面是一个坤卦 还有一个什么 护坤 对不对 三四五不是护坤吗 代表一个坤加一个坤 万国了 就立刻变成很多国家了 那么这是九二 其他比较单纯 再看六三吧 六三就不好了 六三 施货于师凶 下约 施货于师道无公务 打仗的时候 不可能一个人打 他必须要有几个 左边将军 右边将军 都要先分好 那六三作为一个 也是代军的 为什么 因为六三已经是一个 所谓的公亲身份了 你看三百五六四 也都是可以代兵的 但是他们有他的问题 六三为什么不好 阴咬在岗位不好 然后呢 他跟上六也不应 所以六三代军的话 一定是死伤沉重 所以他这边是凶 那为什么提到他是凶呢 坎是多生鱼 来了 初六九二 六三是一个坎卦 坎卦是什么 你翻到后面的说话 他就发现 他是多灾多难的车子 坎卦 坎卦也代表危险啊 他陷阱呢 都说过了 这边是多灾多难的车子 所以六三就正好 把那个坎卦 这个特征的表现出来 因为打仗了之后 到最后再回来一大堆尸体 为什么提到尸体呢 因为阴谣啊 我们说 三个阳谣代表人 那三个阴谣呢 坤卦也代表是 人已经没气了 阴谣已经没有活动力了 这变成施洗一堆了 带回来了 所以六三就当然是非常不好 所以在军队作战里面 六三是完全不行 好 我们看六四 六四 这师所知无救 相约 所知无救 会师旁也 六四也是带军的 带军的啊 但六四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他军队后退驻扎 因为他是阴谣代表上位 差别就在这里 我六四上位的话 我就少了很多麻烦 左这个字啊 军队是上右 与左为退 就是打不赢就先退嘛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等待别的部队整合起来 再往前进嘛 你一定要打的话 到最后持上惨重 所以六四就因为懂得退 所以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没有失去常规 那么刺什么意思呢 在左战装弓里面就提到 军队的一个晚上叫做舍 一树为舍 我们今天讲树舍 再树为信 住两个晚上叫做信 过信为刺 就你住两天以上叫做刺 所以做刺 就是后退驻扎 驻扎恐怕驻扎好几天的 那么到六五怎么说呢 我们请问 六五田有情 利益直言 吾佑 党可帅师 弟子于师 真凶 向于 党子帅师 以忠行也 弟子于师 神当也 六五是国君他要下命令的 你不管底下成败 他都要负最后责任 这边就做一个描述 六五田里有禽兽 事宜说明不后的理由 没有灾难 为什么提到禽兽呢 因为六五它上面是一个坑坑坑坑坑就是地嘛 地就是田 有田地的话就一定有野兽 古兽人都知道 这个是这片田地上面有飞禽有走兽嘛 那你就要怎么样 那这个地方是讲什么 代表是有害的生物啊 一个国家里面来的一些禽兽 那等于是对老百姓是一种威胁 所以他就要怎么样 他要想法去把这些禽兽赶走 那么 立直言什么意思 叫师叔有名 适合你去说明捕获的理由 所以六五他是国君 他要发号实力 必须说 因为什么理由 我们要去打什么仗 那九二就负责打仗 九二打仗是没有问题 但六五他还是要负用人当不当的责任 你看他后面说 长子帅师 长子是谁啊 长子就是九二 长子为什么是九二 因为九二户正 很好 朋友们已经可以这个掌握了 九二二六三六二户正 户正观的长子 这长子帅师是九二 那么弟子于师 弟子是谁啊 弟子在这边 你不要想的是弟弟或什么 弟子就是指别的阴谣都是弟子 他不是那个长子 那通风算是这个弟子 那代表谁呢 六三 这本子是六三 因为前面讲过六三 车子带着很多尸体嘛 这本讲六三 弟子于师 长子代表九二 弟子就是六三 真凶 就是你正过会有凶货 你如果坚持这样下命令的话 会有凶货 因为你这个六三是大败嘛 九二是胜了 六三是败了 那你上面的这个六五还是要负你全部责任 谁在这边说 张子帅自己中行也 因为他的九二 弟子于师使不让也 弟子在世而归 是使用人不恰当的后果 使用人不恰当的是谁负责 六五负责 谁在这边提到这些 那么我们再看他怎么结束 打仗结束怎么样 大军是天子 他为什么在上六讲大军呢 因为上六代表宗庙 记不记得 上六代表宗庙 宗庙是什么 在古代呢 要封赏这些有功的人的时候呢 王王在宗庙里面 代表对列祖殿中负责 所以他在上六里面 就把战争结束 然后他要 诸侯可以开国 代夫可以立家 这边谁可以当诸侯 当然是九二嘛 谁可以当代夫 六四可以当代夫 难道是小人不能用的 六三不能用 所以这边因为是上六跟六三不应嘛 所以大概就这样可以分配一下 看起来好像也蛮生重的 好像讲的故事一样 从前面的乾坤尊蒙虚诵诗 你看国家军队都出来了 所以在这边提到说 天子般是绝命的按照军功 做正确的奖赏 这小人不要用 因为他们会使国家动荡不安 在这边解读里面就提到六个位置了 所以你们上次没有抄 这边也可以看到 原是代夫公卿 接着诸侯天子还有宗妙 诸侯天子